大家好,我是大衛sir 最近有一件事很值得我們一班香港人去關注的 就是近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有一個會議 他們在審議我們中國和我們港澳特區的人權情況 我看很多西方媒體的報導 當然沒什麼好事 而且一定是藉此機會打壓我們的國家和港澳特區 一大批的反華團體 其中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國際特赦組織 人權觀察和香港監察這些所謂的國際人權組織 亦包括香港的勞權監察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和29原則 這些由海外香港人新成立的公民團體 這些所謂的NGO一定錢收得不少 一定有些工作要做 不然就不用成立這些中心 所以還有一批 這些新在海外的前區議員 亦都在讚寫這些報告 由海外香港人組織的蘇格蘭香港人 這個名字都挺搞笑 住在蘇格蘭香港人 那你真的沒有回來香港 你知道什麼 亦都提交了港術 香港在實施港區港版國安法之後 香港人的教育權利 和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力 是受到嚴重的侵蝕 這些是荒謬絕論 雖然我現在人在中山 但在大灣區裡面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人權 或者文化生活 受到嚴重的侵蝕 還有香港人的教育權利 又會受到什麼侵蝕呢 其實我們看到 由2月15號和16號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 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傅小偉 率領了我們特區政府的團隊 出席第七十三屆 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委員會會議 代表團就提交第四次報告 去回應委員會提出的問題 當中涉及香港港版國安法 即工會的權利 外籍家庭用工 反運人口等等的問題 對家的團體當然說了很多 他們就說 這30個提交報告的團體裡面 至少有15個都是親北京團體 我再說一次 沒有什麼所謂親北京團體的 只有愛國的團體 我們自己當然要愛護自己的國家 有什麼奇怪的 你問一個德國人他愛不愛護自己的國家 如果不愛護自己的國家 國安法招呼他 美國人愛不愛護自己的國家 如果你不愛護自己的國家 就一樣受到你美國的國安法招呼 而且罪行非常之重 為什麼說親北京呢 這句話完全不正確 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 我們什麼叫親北京 你不是那個地方的人 你就親美 中國人 你就親美 我們自己的中國人 一定是愛國的 香港人更加愛護自己的祖國 他們說這些報告全部都是唱好港區國安法 這一點真是奇災怪 其實這次委員會處事是非常不公的 我們看到代表發言的時間是非常不均等 這次會議除了有不同的國家代表 亦都有不少的海外和本地組織 向委員會提交報告 那些什麼人權資訊中心啊 監察啊 蘇格蘭香港人等等 這些當然有啦 那為期兩天的審議 就在你來我往之中 就去進行的 大家吵來吵去 但是問題來了 在第一天的大約三個多小時裡面 香港的代表團就就著 委員會關注的事項 包括香港國安法 職工會權利等等 去作出回應 但是呢 就在回應的過程裡面 我們香港的代表 每一次發言解釋 只是得非常之短的時間 那相反 有出席的黃人組織 就可以擁有較長的發言時間 但是特別的他們都不在香港 這個很奇怪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呢 在延遲裡面 就不斷地抹黑 我們特區政府 以及我們香港的警隊 還有國安法 委員會 就議會上的發言時間 明顯沒有做出 一時同仁的對待 而且是偏袒著 對家的 幸好我們香港代表團 即使是受到主辦單位 和不同的反華反中的組織針對之外 都能夠對香港的人權情況 作出一定程度的澄清 這一點我也曾經試過 不過當初沒有辦法 只是有文字資料而已 沒有在現場向立法會作出報告的 那麼這一點 我們委員會 其實還引述了部分 失實的指控 作出有力的反駁 很清晰地指出 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 特區政府 繼續堅定地維護香港市民 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權利 和自由的 這一點 我們真的感受到 港區國安法 完全是為人民著想的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 希望住在一個 周圍一片混亂的社會裏 那你怎樣生活呀 怎樣賺食呀 那怎樣 柔亂及智 柔智及興呢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呢 我們港區國安法的釋法 並沒有對我們的行政長官 即是李家超特首 就受於額外的權力 那其實證明制度 不單是有堅實的法律基礎 亦都是合情合理 代表團 絕對是值得一讚的 那麼我們都看到 西方國家其實 明顯針對我們香港 為什麼針對我們香港呢 因為我們國際大都會 大家知道的 看回之前呢 我們立法會議員 李梓敬 和簡惠敏 原本呢 就獲邀 3月的時候 就去到英國出席 由英國議會 和英聯邦議會 聯合會合辦的 西敏子言討會的 但是呢 聯合會英國分會呢 就突然發表聲明了 指執行的委員會 會議上高 一致同意 只由於香港情況惡化 撤回對香港立法機關的邀請 香港的情況 怎麼惡化呢 別玩啦 你們這班英國佬 玩什麼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不要借意 搞搞震事 事實上呢 為聚著草的 民主黨 元老 李永達 就在英國裡面 就在他的社交平台 法帖文表示 他向CPA 即是英聯邦議會聯合會 施壓去反對邀請李梓敬 他們去出席這個研討會 那麼西敏子研討會 本應是一個促進議會民主的會議 議會的代表 就可以藉此了解議會裡面 不同職務的角色 亦都可以和其他立法機構分享經驗 但是由於 上述的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 口講民主的英國 做決定 其實是相當之草率 和兒戲的 英國撤回邀請的做法 反映了他們一貫的 商標 和惡意打壓香港的制度 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中主角 這一點沒得好說 因為英國人 一向都很自高自大 我們說懶憂物 就是這些人 還有我們看到外部勢力 一直在借各國議會 作平台去打壓我們中國和香港 包括針對我們香港的人權 和港區國安法 發表一些針對性和抹黑的言論 這是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希望這樣可以做到 對我們中國指手畫腳 這一點我們當然不能 由得他為所欲為 譬如我們看到 好像美國經常舉辦的 所謂聽證會 邀請了一班對家的人 即是黃人 出席會議 借機去不斷說 我們中國和特區政府的 和香港國安法的壞話 德國也曾經在聯合國委員會 會議上高 代表39個國家發表聲明 批評我們中國 打壓維吾爾人 和香港人 真是搞笑 大家說是不是 又提出了聯合聲明 對香港國安法提出關切 其實無論香港國安法 或者是什麼 其實聯合聲明 關你什麼事 可以收聲都可以 這班所謂的國際會議 他們所說的話 其實都是看不過眼 不希望我們國家發展得那麼好 也不希望香港 過得那麼好 西方國家的政治操弄 大家有目共睹 對於我們正常來說 最重要的是 告訴大家 其實 現在香港的情況 過得相當不錯 當然有很多問題 極待解決 但是試問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社會 是沒有問題發生的 所以 我相信 大家是會 很了解目前的情況 但是也奉勸西方國家 一句說話 搞定好自己的內政先 不要每樣東西 想著 向外轉而視線 如果你解決不到 你自己國家的問題 其實 你做什麼 都是多餘的 好了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各位 拜拜